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恶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崭新的新人 主啊 智慧者的言语是听着扎心 刺痛我的心灵使我得以医治的 而讨人欢心的话那仅仅是假的讲道 是异端啊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只遵守追随真理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真切地祝愿大家在今天聆听主的声音 上帝的话语 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各自心愿 很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 就去寻找一些宗教 甚至寻找一些出路 而在这世上 谁能实现我的心愿呢 在座的各位 每个人内心都有想所成的事情 都有一些心愿 那么 我们的心愿怎样才能得以实现 我怎样才能拥有我所希望的这一切呢 那这里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这最为关键的钥匙正是幸福啊 很多人以为 心愿得以实现了才能幸福吧 这仅仅是在这世上的理论学说而已 在主里边 我们首先拥有了幸福 才能实现心愿的 而我们很少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呀 在座的各位 这时间大家都希望心愿得以实现 那么很多人为了实现心愿呢 就去寻找一些各种各样的宗教 甚至去敬拜一些偶像啊 甚至有些人去拜一些山啊 拜一些石头啊 而那些都是虚无的 是敬拜偶像 敬拜魔鬼了 那么 什么是教会啊 有耶稣基督的地方呢 才是教会 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以耶稣基督为身体 以基督为耶稣为首脑的 而很多地方并没有以基督为耶稣为身体 那就不叫教会了 那么 首先 我们要认清楚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来找一下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那么今天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这耶稣基督 基督正是上帝给我们的奥秘 因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流出了宝血 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的罪恶能得以赦免 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恶死下 而他没有罪恶是无侠无刺的 所以他能复活 因为有上帝是居住在基督里边的 我们的主是复活了的 正是战胜了一切的邪恶 战胜了一切的恶魔恶鬼啊 战胜了死亡的权柄 那么假的牧师讲的是 讨人欢心的假的讲道 传道是十二章九节啊 而上帝的话语 真实的牧者讲话 是让我们悔改的 认罪悔改的话语 天国的福音正是教导我们 让我们悔改 给我们真实的讲道 给我们真实的话语 我们听着是扎心的 是要悔改的 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啊 那么再次的各位 在韩国说 五月份是家庭的月份了 那五月五号 在韩国是儿童节 那很多父母呢 就在这一天呢 带着孩子们出去玩 父母爱吃炸酱面 就带着孩子去吃炸酱面 并不是为了孩子 反而是为了自己 儿童节反而是给孩子们 带了很大的麻烦了 而作为大人呢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以为我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孩子玩得很开心 其实孩子很累 很苦恼 开心的是父母而已呀 再次的各位 我们领受了幸福 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了 什么是幸福 心愿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真心的幸福 能实现心愿 在这世上以为 心愿实现了才幸福 不是的 幸福的人 真实的拥有幸福的人 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这才是幸福啊 马太腓六章三十三节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心愿才能得以实现的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恶人所怕的 必领导他 义人所愿的 必蒙永远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说 哎呀 去去信某某宗教吧 能实现心愿的 那都是说谎 我内心是说谎 所以就爱被欺骗 一类人聚在一起 在这世上 宗教实现不了心愿的 唯独义人的心愿 才能得以实现 世上人分 义人和恶人 而我们人都是罪人 都是恶人 恶人什么样呢 恶人总有担心忧愁 再次的各位 大家现在有担心忧愁吗 赶紧成 哎呦 我是个恶人呀 恶人担心忧愁的 恶人所担心 惧怕的 如实地实现呢 恶人所怕的 必领导他 如果我成了恶人 我就总是在担心啊 忧愁啊 这就是恶人的表现 恶人就担心忧愁 而且担心什么 就变成什么了 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罪人呀 我们都在犯罪 所以我们需要 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啊 再次的各位 大家现在有担心的地方 或者是有惧怕的地方 说明这是恶人 脸上没有笑容 心里不平安 这就是恶人的表现 恶人是没办法领受祝福的 恶人只会有灾难跟随着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大家现在脸上没有笑容 我跟身边的人 我身边的人 如果脸上没有笑容 大家要谨慎呀 真言十八章二十四节 朋友多 反而是害处 世俗的朋友 那仅仅是害处啊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是真实的朋友 马可福音三章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遵守主耶稣基督话语的 那才是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恶人 恶人所怕的必领导他 义人所愿的必蒙永远 那么我们首先要成为义人呀 那么在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义人呢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 十节十一节 那么在这时间 上帝是要帮助我们的 上帝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是全能者 是创造主 是我们的主人 是我们的救赎主啊 约伯纪四十二章二节 全能者上帝 这是这位唯一的主 永生的主在帮助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不肯领受 这好的帮助呢 因为我内心始终 不肯领受主的福音呀 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上帝的 阿们 那么在这世上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也没有寻求上帝的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罪人 哪怕是孔孟子 或者是再伟大的学者 再伟大的伟人 都不是义人 我们人都是罪人 而且我们人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上帝的 是上帝先爱了我们 是上帝先找到我们 要拯救我们 使我们脱离罪恶 所以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一类人 都是罪人 都是恶人 活在灾难和咒诅里 活在自己的罪恶里 活在自己的咒诅里 所以在这世上 我们所追求的 所谓的伟人的学术理论 那仅仅是虚无的 当今我们人类呢 追求的就是 这世俗的理论知识 追求的就是 荒废虚无的东西 那么我们人 自己不明白 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而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世上 人再伟大 人再优秀 仅仅是罪人 都是恶人 没有义人呢 罗马十三章 十到十一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上帝的 阿们 而上帝又很明确地 告诉我们 义人的心愿 得以实现 这就是权顿着上帝 赐给了我们 这庞大的奥秘 是得永生的道路的 所以在这世上寻求 所以在这世上呢 找不到出路 每个人都有各自各样的心愿吧 我们人都寻求上进 有些人寻求自己能得生命 得永生 人希望自己能在这世上 能平平安安 希望自己的儿女越来越好 大家希望自己的儿女 能够做孝子 有兄弟 有爱 有爱心 那么在这世上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追求 而我内心没有 没有得到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 我在这世上 所追求的一切 都是虚无的了 那么唯独成了一人 唯独成了一人 我们的心愿 能得以实现的 而问题是在这世上 根本就没有一人呢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人呢 上帝给了我们答案 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出路 这是唯一的耶稣基督啊 我们找下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 为什么说要做四阶段悔改呢 一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恶 死在了十字架上 代替了我们的灾难和咒诅 代替了我的疾病和死亡 为我的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且第三天复活了 这正是我们需要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才能离弃罪恶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才能认罪悔改啊 信靠耶稣基督 属于耶稣基督了 在这世上一切都是亨通的 那么在这世上的宗教呢 宗教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宗教仅仅是理论学说 而信靠耶稣基督并不是宗教 是真理 是生命啊 格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每个人有各自各样的想法 那么我们的想法 按照时代的变化会改变的 而上帝的话语 真理是永远不变 而且永远正确的 而我们人的想法呢 我的心思一会儿一个变法 我特别着急 要去洗手间的时候 是一个想法 我上完厕所之后呢 想法又会变了 再次的各位 上帝帮助义人 义人的心愿得以实现 而在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而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成为义人 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 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祂 免去上帝的愤怒 阿们 在这的各位 大家和我们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罪人了 我们怀胎的时候 就已经是罪人了 而为了我这个罪人 是谁死去了 是基督啊 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死去了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死去了 而这正是上帝 向我们显明的爱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成为义人呀 在这世上 我们人谁都取代不了基督 我们不可能成为基督的 唯独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的生命得救赎 罗马书五章九节 我们在读遍一二 现在我们既靠着 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 祂免去上帝的愤怒 阿们 再次的各位 唯独靠基督的保险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 罪恶得以赦免 基督的保险 因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免去 上帝的愤怒了 再次的各位 上帝的儿子 没有罪恶的 是完整的 是无瑕疵的 以福所说一章七节 正是因为 与上帝同等的 没有罪恶的 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才能赦免 一切的罪恶呀 我们找下以福所说一章七节 唯独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的罪恶 才能得以赦免呀 因有耶稣基督 我们才有了这盼望 以福所说一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 用恩典 阿们 因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 因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成为义人 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恶 死在了十字架上 因他是上帝的儿子 是没有罪恶的 是无侠无刺的 所以上帝的大能大爱 在他的 在基督里面运行 使基督复活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找一下 尼西米基九章 当时以色列百姓 是怎么悔改的呢 因有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恶死去了 我们有了盼望 那么尼西米基九章呢 就提到 以色列百姓是如何 认罪悔改祷告的 我们读一下 尼西米基九章 尼西米基九章 一到二节一二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禁食 身穿麻衣 投蒙灰尘 以色列人 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 和列祖的罪孽 阿们 在座的各位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 我的罪恶 和我祖宗的过犯呢 我们祖宗也犯罪了 我们也犯罪了 那么我们在主面 就认罪悔改的时候 是与世界断开 与世隔绝 只专注于耶稣基督 只专注于上帝 认罪悔改 以西米纪九章三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 他们上帝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 他们的上帝 阿们 那么 大家知道 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旁边有两个贼 那么同时有一个犯人呢 他向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恶了 就是白天的四分之一时间呢 花费了四分之一 读了律法书啊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律法书 我们读了就能认识到什么 是罪恶了 那么 又花费了白天的四分之一时间呢 向上帝承认罪的罪恶 求上帝饶恕我 那么花费了两个白天的四分之一啊 那么就又剩下了两个四分之一 那么紧接的四分之一呢 我们就 要洗净自己心里的这一切的罪恶呀 那么我们因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为我的罪恶流出来了 有了这么生命的保血 我的罪恶能得以赦免 我们认罪悔改了 就一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那么这四阶段悔改呢 就是以感恩感谢为结尾的 以感恩感谢祷告 以感谢的恩典祷告 以福子书二章五节 我们都是死人 因罪恶死去了 我们活在罪恶里 所以都是死人 灵魂没有活都是死人 而因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我们能从死里复活啊 这正是没有靠我们任何的一个功劳 全靠上帝的恩典 全靠上帝使慈爱 使怜悯 给我们 给了我们自己的爱子 耶稣基督啊 马太分六章二十二 马太分六章三十三节 所以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 和上帝的义 在这世上没有义人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通过基督的保血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血 切切地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了 就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从中能领会的是 耶稣基督的爱 具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了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四章六节 如果我朴牧师为了讨大家的欢心 讲一些好听的话 那我就不是主的仆人 我就是个假牧者了 加拉太书一章十节 在座的各位 大家来到主面前 大家来到教会 不是为了来看我 大家来到教会 是要得到耶稣基督 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那么 很多的人来到教会 始终不领会主耶稣基督的爱 始终担心忧愁 心灵得不到医治 那我朴牧师看着大家这样的处境 还不为大家这样的事情 做努力解决的话 我朴牧师在这里要讲的是 主耶稣基督的道 是上帝的爱 所以就要讲实话 真心地劝勉大家 听着一些扎心的话 让大家的内心受到刺痛 能激动大家的心 能让大家认罪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了 才能聆听主的声音 我们珍惜地承认自己的罪恶了 我们才能聆听主的声音 才能迎接主耶稣基督 在座的各位 我作为主的仆人 像个盲人一样 什么都看不见 也看不见信徒们的处境 光讲一些讨人好听的话 那就不叫牧师 那就不是教会 那就是假的教会了 在座的各位 什么是教会啊 并不是说有了建筑物 有了礼拜堂 那就是教会 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 那才是教会啊 当今为什么很多的教会 都像一个宗教的模式一样 在座的各位 我们心里不平安 不喜乐 是因为我没有属于上帝的国 我没有求上帝的国 和上帝的意义 所以处处都是 绝望的 处处都是不开心的 不平安的 我内心担心忧愁的时候 就已经是罪恶 是属于灾难了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恶人担心什么 就变成什么了 约伯 这是担心忧愁的时候 失去了他的财产 失去了他的儿女啊 那么 我作为一个牧师 看着大家担心忧愁 还当作看不见 不讲真理 不讲实话吗 服侍上帝的 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服侍基督的 那才是蒙上帝喜悦的呀 加拿大师一章十节 不足的仆人 我平安牧师在这里 要传讲的是 主耶稣基督保写的功劳 主耶稣基督保写的功效 传讲的一切的话语 听着扎心 能帮助大家认罪悔改 能帮助大家 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真切的认罪悔改 使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啊 我们的盼望 是天国的盼望 是永生的盼望 得到了永生的盼望 我们身体能得以健康 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哼通的 儿女就会顺顺利利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要大声地呼喊阿门 我们一定要领受这福音啊 什么样的人心愿得以实现 艺人的心愿是得以实现的 罗马书四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正如大卫称 那在行为以外 蒙上帝算为义的 人是有福的 阿门 罗马书四章七节到九节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只有义人能得到幸福啊 为什么上帝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成为义人呢 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 就是与自己同等的耶稣基督 上帝以肉身显现在这世上 就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这世上 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为我们的罪恶 亲自担当了这个罪恶和灾难和咒诅和死亡 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就是证明了上帝的爱 证明了是上帝的儿子 是全能者上帝的儿子 所以第三天复活了 这正是活生生的生命 是永生的道啊 而我们为什么不信这最好的生命 最好的福音 反而追求的是世俗的虚无的东西呢 再说的各位 我们以为心愿实现了就能幸福吗 绝不可能的 人的内心的贪婪多么的大 天充不了的 唯独内心有上帝的国 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才能天充填满 世上再多的财富 世上再多的豪华 再多的奢侈 天充不了我们的内心 传道书五章十到十一节 在这世上有再多的财富 不可能幸福 也不可能满足 在这世上 任何事情都不能填满我们了 填满不了我的内心 唯独上帝的国和主耶稣基督是天满 能填满我的内心 充满我们的内心呀 在这世上 很多人得到了博士学位 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也不知道自己的内心 为什么空虚 为什么填满不了 内心 我们的内心空虚 空荡荡 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是因为不领受这福音 不认识耶稣基督宝血呀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说哎呦我的家庭还行 反正也没吵闹 是真的没有吵闹呢 还是因为根本就不关心 不把人当回事 所以才不吵闹呢 我们骗不了上帝的 全能者上帝 我们的生死是掌握在上帝的主宰下呀 上帝告诉我们的才是真理呀 唯独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幸福的 我们大声地呼唤阿门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个凌晨 为什么要来礼拜堂 来到主宰前祷告呢 为的是要得到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的这爱 求上帝赐给我们上帝的灵 和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爱与耶稣基督啊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人说是信主 信耶稣却不认罪悔改 那怎么能说是信主呢 从来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怎么能说自己得到了主耶稣基督呢 在座的各位 我为什么不幸福 我为什么心愿没有得以实现呀 首先我没有成为义人 上帝不希望我担心忧愁 上帝希望我最好 上帝希望我能幸福和美满 所以上帝把自己的爱子 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世人了 而我们却偏偏不领受 不接受上帝的爱呀 只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了 上帝使我内心充满幸福 很多人说 哎呀我的丈夫能挣很多钱 我该多幸福啊 大家知道财阀的家庭里很不幸的 财阀的家庭里 个个都喊着不幸福和很苦 有了钱并不会让我的内心幸福的 我的内心 我的内心的空洞 不能用世俗的物质来填充 再多的东西也填满不了我的内心的空洞 唯独上帝的国和主耶稣基督的爱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能填满 充满我的内心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首先要求幸福 而这幸福就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正是主耶稣基督啊 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信靠耶稣基督的保险是赦免我一切罪恶的 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耶稣的血与肉 正是给我的生命 是永生的粮食 灵粮啊 在座的各位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就是承认上帝 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面对上帝的话语 大家不呼喊阿门 就是不尊重上帝 反而是怀疑上帝 甚至辱骂上帝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醒悟过来吧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就是荣耀上帝 尊重上帝 赞美上帝 承认上帝啊 上帝最爱我们 始终饶恕我们的罪恶 始终要赐福于我们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这最庞大的爱与幸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我们内心因耶稣基督 得以满足和幸福 拥有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使我的心愿得以实现 主啊 我内心不幸福 我内心没有得到耶稣基督 所以总是不开心 不平安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在这时间帮助我认罪悔改 使我彻底的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现在遇到了危机 经济上遇到了危机 主啊 得到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的人 这世上的经济问题自然就能得以解决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先得到耶稣基督 因为儿女问题很不顺利 很多做父母的就很痛苦 主啊 我内心痛苦 并不是因为儿女操心 我内心痛苦 是因为我内心 没有得到耶稣基督 我内心 没有得以解决 我始终 没能够认罪悔改 导致我内心痛苦啊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帮助我 真切地 求主帮助我 说我真切地能够认罪悔改 此刻 愿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人的交通 主啊 在这时间 感谢主帮助我们 认识到 唯独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成为义人 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领受幸福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再愚昧无知 使我们不要再去假的教会 使我们不要再听假的讲道 求主打开我的眼睛 打开我的心灵 使我醒悟过来 使我只聆听 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只专心听 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在这个每一个下定决心的心灵上 这个国家和民族之上 奉主的明珠愿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